看不看得到 好,收音是否收到 先看看 要等一些網友進來 OK Hello Hello 有沒有反應? 有沒有人留言? 沒有? 有了,開始有了 OK,Good,Good,Good 好,各位網友 我們現在說的 不是剛才的 Facebook Live 警犬來到 我們立法會九樓進行搜查 我說的是真正的警犬 一隻威風嶺嶺 忠誠勇矮的警犬 就來到和消防員 懷疑有些可疑氣體 搜查完一段時間 是沒有發現離開的 我就不是講這個題目 大家看到的 就是今早在新屋嶺 我們一批的議員 去視察 因為我們保安事務委員會 就安排了這個視察 其實很久了 但又說什麼疫情 這些路路的嗎? 拖了很久 我想跟大家說今早去視察的情況 先喝一口水 現在那句 網上最刺激的那句話 叫什麼? 見字飲水 先喝一口水 今早我們在立法會大樓 坐了一個多小時的車 去到北區的新屋嶺 那裏是非常之偏遠的 扣留所來的 我們是很沉重的心情 我們一幫民主派的議員 去到 他有一位是邊境總區的指揮官 警區 不是總區 逢少蘭總警司 就是負責 今天的視察 他 開始有基本的講解 接著就帶我們的議員 去過幾個位置 第一個位置就是 他們的 control room 那裏也是 有一間房 給律師見被捕人士 他還有一個小的偏廳 他說都可以拿來 給被捕人士去見律師的 去完這個位置之後 去了三個艙 A B C艙 C艙是給女兒 被捕人士的 A B是男的 裡面都是 一些大艙 一個艙 是可以 我想最少 給到十幾二十個人進去 睡就沒有那麼多地方睡 當然大家理解 每個艙裡面 我記得是有三格的 大格 每格 我想可以容納到 二十幾個人 大家都想像到的了 你去看這些 激流措 設施 當然不會有什麼驚天地 浮鬼神的大發現 所有激流設施 都是很乾淨 很整齊 被捕人士的權利 聲稱獲得充分保障 這些 警方自己說的 我們走完三個艙之後 就回到 控制室 那裡 進行QA環節 這就是 氣獄所在 首先 保安事務委員會 巡視期間 我嘗試問問題 那些 那些 sir madam 就回答了 就不再回答了 就說留在 尾那裡 回答問環節 才回應 但是去到 回答問環節 的時間 原來只有十五分鐘 那十五分鐘當然不夠 我們當然是和 民建聯的主席 陳克勤 抗議 稍稍延長了一點 但是合起來 應該是不夠半個小時 去提問 和回答的 剛才我所說的 邊境 警區的指揮官 馮少蘭 總警司 是主持的 答問環節 其他議員有不同的關注 我特別講自己的部分 我就是 用 監警會 揭示811 那個 資料 去問他 當然我們不是說 同意監警會的報告內容 但是有些基本的資料 他警方都承認的話 我就用他承認的資料去問他 第一點就是 監警會的報告說 當日8月11日 大家記得 在銅鑼灣一帶 很嚴重的警暴 被抓了很多人 打到頭破血流 有30個被捕人士 在新屋嶺 送去醫院 但是 原來只有24個人 求醫的要求 是有記錄在警方的記錄那裡的 他舉了其中一個例子 就說 在8月11日晚 有一個被捕人士 是11點49分 已經見值日官 但是要到第二天的 6點37分 救護車才送他去醫院 而他什麼時候提出要看醫生呢 警方是沒有記錄的 好了 這是什麼問題呢 以前我在廉署的工作期間 被捕人士的 基本人權 和善食 等等的安排 每件事都要記錄得一清二楚 幾點鐘去了吃飯 幾點鐘去了廁所 幾點鐘見了律師 見到幾點 幾時去看醫生 什麼時候回到廉署的扣留設施 全部一清二楚 因為這個是 拿來保障執法人員 就是說 我已經 履行了我的職責 提供了他應有的照顧 不會有任何違反人權的情況 是發生的 是保護執法人員自己的 但是居然 一個這麼嚴重的 警方鎮壓的事件 造成這麼多人受傷 他可以有六個人員 都沒有記錄 究竟他什麼時候要求看醫生 我們就很強烈質疑 是不是 你根本 一早就聽到他 要看醫生 以及他確實 傷勢很嚴重 要看醫生 而你是不安排 那位姓馮的總警司 說法是怎樣呢 他說 其實這些被捕人士 他可以講他的傷勢 和藉日官 第一時間 他來到新屋嶺的時候 會檢查他的傷勢 如果他是嚴重的 會分腦 會優先送到醫院 我即場就反駁他 第一 你這個藉日官 他不是醫療專業的 受過急救訓練就是了嗎 有很多傷勢 根本未必看到 譬如內傷腦震盪 都看不到的 是不是 第二 為什麼你不記錄下 他要求看醫生的時間 這個是 我們執法人員 形容為 black and butter 就是你 日日要做的事情 你這些事情 不可能不去記錄 而你不記錄的話 事實上 也有很多被捕人士 是投訴 說在新屋嶺被人酷刑 去虐待虐打 你不去記錄這些資料 更加印證到 這些人的投訴 似乎是有相當強的理據 是不是 他其實回答不到的 跟住就說他們就檢討 他們都看了監警會報告 這裡 我第二個問題說的就是 見律師的問題 監警會的報告也是這樣提到 他說當日 在新屋嶺有39個被捕人士 安排了50次的法律會面 警方記錄有50個會面的開始和結束時間 不過警方只記錄了其中 23名被捕人士提出會面要求的時間 即是39個被捕人士當中 見了律師的 只有23個 記錄了他什麼時候要求見律師的 即是有16個被捕人士 是沒有任何記錄 究竟他什麼時候要求見律師的 我是很有理由相信 他一去到新屋嶺 見到謝官已經要求見律師了 不過為什麼謝官不記錄下去呢 而當晚大家記得 有很多律師 留夜 就是摸黑 去到新屋嶺 那是非常偏僻的地方 在新屋嶺門口 要求見他們的當事人 是一直拖拖拖拖拖拖到第二招的嘛 那這個 很明顯 就是 也是一個重要的佐證 就是根本警隊 在新屋嶺 是剝奪被機留人士 見律師的基本權利 而事實上 這個監警會報告呢 也都說 他説由律師提出的會面要求最早的時間是8月12日凌晨2點10分 而被捕人士提出第一個要求是同日早上6點34分 我們就覺得其實呢 警方記錄這時間呢 我相信都未必準確的 他可能都是記錄遲了很多的 所以導致有很多人呢 是見律師的時間是遲了啦 好了 見律師的時間遲了呢 這個不單止剝奪了他們接受法律諮詢的基本權利 也都是令人質疑呢 警隊是可能有人 趁這些被捕人士 未見到律師的時間 就強行和他們錄個警戒公辭 錄這個警戒公辭呢 大家記得我之前很多Facebook直播片是講解過呢 警戒公辭錄下來所有的招認 就是說 是啊 那個磚是我訂的 或者我有份打警察的 譬如錄了一個口供是這樣說的 無論你是自願不自願好 這個也是叫招認的 這個招認呢 會呈上法庭呢 拿來告 作這個招認的被告人的 當然你可以上到法庭就在那裡爭辯啦 這個不是我自願的 我是被威逼的情況下 或者被利誘的情況下 去做這個招認 但是你要說服到那個法官 你是被警方威逼或者利誘的情況下 做這個招認 才能打掉這個口供 如果你打不掉這個口供呢 這個招認一上了庭呢 隨時就成為一個定罪最重要的證據 所以 警方在新屋嶺 一直拖延 被拘留人士 見律師 而期間 如果跟他進行警戒會面呢 這個是非常之可疑的安排來的 而這個招認呢 在接下來 如果有刑事的審訊呢 我相信律師會仔細研究 是不是會嘗試去打掉這個招認 好了 我問完這些問題之後呢 當然其他議員都要問問題啦 包括譚 飛機師 Jeremy 什麼 OK Jeremy 譚 飛機師 都要去問問題啦 還有邵家樽 一時說不出 譚文豪議員 經常叫我英文名字 對了 失覺了 譚文豪議員 還有鄭松泰議員 這輪很紅的鄭松泰議員 他們都有問問題的 但是因為那個問答環節 極之短時間呢 我們雖然多番爭取 保皇黨已經說 問答環節完了 他們要出去見記者 我們當然不跟他們 一起去見記者 我們就把握個機會 再去追問 那位姓鳳的總警司 離開了那個 控制室的時間 好了 這個呢 就是棄辱中的棄辱 很遺憾 我那部機器去到那裡 已經沒有再錄下去了 但是有些零碎的片段 我之後看可不可以剪出來 給大家看 出到去的時候 我再追問這個姓鳳的總警司 我就說 我們這次視察 是不是已經走完新屋嶺 所有的建築物 他說不是 我說有些什麼地方沒有去過 他就說有些辦公室 沒有安排去視察 我就說辦公室 那些被捕人士有沒有去過 他說沒有的 所以沒有安排去參觀 沒有去過 那我就不需要特別去參觀 但是我就再問了 是不是被捕人士去過的所有地方 我們都已經是視察過 那位總警司是清清楚楚答我 說是的 已經視察過的 那我就覺得 不太對勞了 我馬上問他 那些被捕人士在新屋嶺 有沒有進行過警戒公辭的會面 好 這個時間 有位姓徐的總督察 他是負責當日新屋嶺 即811當日新屋嶺 in charge 他就走來講 他說 當日 其實 是有進行過警戒會面 不過有去不同警署的 我再問他們 是否在新屋嶺 有進行警戒會面 他就承認是有的 我說那在哪裏做 他就再回答 這位姓徐的總督察 他就說 哪裏有位 哪裏做 確實是這樣說的 哪裏有位 哪裏做 我就覺得難以自信了 因為我都做過很多這些警戒會面 這些是很嚴肅的事情 要記錄下你的警戒會面 進行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而這個警戒會面 公辭日後要呈堂的 你不可能說 我在新屋嶺 那裏面 對出的空地 草地 進行警戒會面 不可能這樣吧 因為那個會面 是要對方 是自願作出的口供來的 你不是自願 即是威逼他給這些口供 有任何招應 都是呈不了庭的 如果沒有一個合理的環境 要在空地 或者在那裏去做 是很古怪 很可疑的一件事 我即場就指出 你不可能在那裏有地方 在那裏做的 你總是會有些房子的 是不是 他就承認了 原來在西屋嶺 是有會面室 是進行警戒會面的 我問為什麼我們沒有參觀過 因為我剛才說 我們參觀的是律師和被捕人士的會面室 那警方和被捕人士進行警戒會面的會見室 在哪裏呢 他就說今天不開房 他聲稱說因為有四個非法入境者 扣留在新屋嶺 所以就不安排我們去看這些地方 我覺得難以置信 因為大家試想像一下 有立法會 保安事務委員會的議員 來到新屋嶺去視察 有這麼多記者朋友來到視察 那四個非法入境者 如果真的存在的話 為什麼要放在新屋嶺呢 為什麼不放在附近的上水警署 打鼓嶺的警署 為什麼要放在新屋嶺呢 其他警署沒有地方嗎 你是要放在新屋嶺 令到我們看不到 一個最重要的可疑地方 就是警方去會見 那些被機壓人士 拿警戒公辭的地方 這個是難以置信的 他說有四個非法入境人士 扣留在那些地方 所以用不到會面室 我覺得這個要不就是謊 要不就是 他特意找四個人 頂住會見室 不讓我們一班議員去看的 好了 那會面室為什麼這麼可疑呢 大家試想像一下 我剛才說 每個倉 裡面最少有三格的機樓房 那些全部都是很大 我想大概有二百尺 二百多尺 二百多尺的機樓房 全部都是一些鐵資 看到裡面外面 看到的 一間房最少扣二十幾人 你想一下 如果警察要逼供 要去用酷刑 他會不會在二三十人面前去做 我相信未去到這樣 我相信 那哪些地方是最有機會 用這些酷刑 去打被捕人士 就是那些進行警戒會面的會見室 他居然 是故意不安排我們一班議員 去巡視這些會見室 這個是極之可疑的 而 大家記得我剛才跟那位姓馮的總警司的對話 他第一句回答我 我問他 我們是不是已經走過 所有被捕人士 經過過的地方 逗留過的地方 他回答我一清二楚 他說是的 現場也有 譚文豪議員 在那裡聽著的 他是清楚是這樣回答 是的 已經走過了 那為什麼居然 一個這麼重要的 拿警戒公辭的會見室 你不安排我們去自賊 還在那裡給個假的資料 去騙我們 說已經走過 被捕人士 曾經經過過 或逗留過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根本是無私遣見師 他們警隊 在隱瞞新屋嶺 當時 進行的暴行 我也相信有很多 被捕人士在新屋嶺 遭受酷刑的苛代 當然 警隊在答問環節也說 他說他收到的 投訴只有一個 大家心照 為什麼不投訴 根本信不通 投訴霍或者監警會 你投訴 他會認真公正調查 這個是 發夢才有的 所以 今天的整個視察 雖然我們看不到什麼 但是其實看不到什麼 就已經是一個重要的 訊號給我們 警隊越不讓我們看的 其實是越可疑的地方 我希望 當時在新屋嶺 是曾經被警隊酷刑 對待過的朋友 如果你是 覺得 不應該沉默的 請你找你信得過的 律師朋友 或者找我們民主派的議員 要出聲 我們商量一下 我們不會 就這樣把這個案 交給投訴課 我們一定要 去把這些警暴揭示出來 不可以讓這些警暴 一直延續 和惡化下去 我希望各位朋友 明白我們這次的視察 絕對不是說 跟警方怎麼配合做訴 不是這個意思的 我們一定要為了受害人 去現場親自看看 究竟現場的環境是怎樣 縱使我們看不到 那個 進行警戒會面的會面室 的情況 但是 我們看完之後 心裡也有信 為什麼警隊 要掩埋會面室的情況 不讓我們議員去看 還要騙我們 說我們已經看完 被捕人士去過的地方 所以這是很可疑的 我後來再追問 這個 姓馮的總警司 他就不再回答了 嘗試離開 還有 叫我們議員去記者會 我再追問他 他都不再回應 所以 很抱歉 我只能夠問到這一步 我們日後也會繼續 去跟進各種警暴的問題 我今天也聽到最新傳媒朋友給我的消息 陳彥霖的審議庭 將會召開 在下個月的時間 我們會密切留意著 當然沒有他家人的 站出來 去追究事情 是會困難重重的 但是我們不會 我們會 就這樣 放棄追查真相 我之前 透過何謝委 律師事務所 寫給 律政司要求 召開審議庭的信件 之前 律政司的回覆 就說 警方的調查未完成 所以就沒有決定 交去審議庭 現在他決定交去審議庭 我希望可以 有不同的 觀點的法律團隊 可以 代表到 上到庭 如果不是 只有 官方律政司的律師上庭 去問問題 我擔心 可能都是一個角度去看 這個 這麼可疑的 死因的案件 我們希望可以幫陳彥霖 小妹妹 去找回公道 找回事實真相 我今天的Facebook直播 先到這裡 明天 後日立法會大樓 將會有國歌法的辯論 我相信 國安條例 也會有很大的爭議 我希望各位朋友 無論怎樣都好 一定要保護好自己 非常艱難的環境 保護好身邊的人 我們香港人一定要團結奮鬥 抵抗這個惡法 多謝大家